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2日 星期日 其實這兩天在大陸 是一件事罵得很大很大的 就是唐山五虎 又或者是唐山六虎 這幾個人 其實也不止六個 原來一行有九個人 他們 本身有其中一個人 看到有一台 四個女生坐在那裏 聊其中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不理他 這個男人老修成怒 抓住這個女生狂打 然後 那一班朋友 就即時進來幫忙打 那麼 當地他們全部根據這個短片 其實是高清的 我們後來看那些高清版本都清得很厲害 好像電視一樣 就把他們 人肉搜索 找了幾個人出來 這次這件事很嚴重 很嚴重 因為 那幾個女生被人打得很厲害 謠言滿天飛 唐山警方 竟然隔了一天之後 才說 通報 通緝這班人 而且有部分已經逃跑了去江蘇 這件事 當然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大陸的體制 大家也知道 中國是沒有黑社會的 所有的黑社會都是由官府 公安 有勢力人士 勸仰的那班流民 惡君 他們嚴格來說是白社會 中國是沒有黑社會的 有沒有14K 所有的黑社會 入中國 你就要成為官方的走狗 香港的和姓和 新義安 他們參與 612之後的時代革命 出來打人 出來斬人 全部 都是由香港政府委派的 即是說 只有政府刀手 這些是公私騎司 政府刀手 不是 自由身騎司 沒有自由身 全部都是屬於政府的 我們要說到這件事 裏面有很多個 細節 根據裏面的紀錄 有很多人想勸交 但是沒有人敢幫忙 只看到老闆娘 一個肥婆 曾經勸過幾次 之後勸不聽 然後消息指 裏面有三個人報警 報警 唐山 警察局沒有人派來處理 有的 其實是案發之後打了很久 20分鐘之後才有派出所的人來處理這件事 好了 究竟是甚麼事呢 詳細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件事 是到了 10日早上的凌晨 發生的 11日下午 20至30小時 唐山警方通報 已經將燒烤店涉嫌尋釁之事暴力勾打 他人的最後一個 涉案人員沈茂進 抓獲 自此該案9名涉案人員全部歸案 目前受傷的女子傷情穩定 網上傳出消息就說這個女子死了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早時 唐山警方就對南方都市部記者說 這個繼 抓獲涉嫌在燒烤店 尋釁滋事暴力勾打他人案件的五個涉案人員之後 11日 上午在江蘇某檢查站 抓獲陳某亮 馬某齊等三個涉案人員 另有一人出逃 當地的網民人肉搜索到幾個涉案男子的背景 毆打女子最兇猛的主犯叫陳某智 是一個水產養殖的老闆 他 曾經在2020年不當得利糾紛 被唐山中級人民法院 強制執行 執行的標的是三萬多人民幣 後面因為未履行 他就被列為失信 被執行人限制高消費 欠了別人的錢不還 到了 2018年兩度被法院強制執行限制高消費 關聯的案件都為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 這件事引起全國的關注 微博熱搜了兩天 每天都在說這件事 我們也觀察了很多次 其實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看到網民 我們其中一位老友 阿布 他就說 60萬搞定了 原來這個男人 其中一男人帶著金鏈 整個一看就知道 是一個惡人 官方背景的惡人 官方背景的惡人 就說 你們不用想了 兄弟 就是我們60萬搞定了 意思就是用這個60萬擺平了這件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老實說 就是這段影片使得全網更加沸騰 這樣打人法 你60萬搞定了這件事 還有黃法 可以告訴大家 中國是沒有黃法的 而且中國的法例 其實不是幫受害者的 繼續說回這件事 這段影片一出之後 全網更加爆炸 更加說要追究 事情鬧大了 唐山警方包庇不住 因為 在眼裡的網民 就在他們的 其中一件衣服裏面 找到Police 就懷疑其中有人 是警察的身份 當然他們一定是政府的保護傘 一定是有後台才敢禁惡的 當地的記者 因為全中國記者都去了唐山 當然這些突發性事情 記者要立即報了 究竟有沒有防疫 現在中國還有沒有防疫 好像沒有 就這樣看唐山事件 裡面 吃東西的人 全部都沒有人戴口罩 外面 也沒有人戴口罩在街上 那是不是意味著動態清零取消了 我們不說這些了 我們說回這段影片裡面 看到這段影片打了很久 大家都看到咬牙齒齒 老實說 中國人就是喜歡的 欺善怕惡 女生好打就打女生 容易打一點 沒人還手 當然 一大群男人都是 肥絲大隻的標形大漢 其實 那些女生真的很慘 我們看到裡面的男人 個個都不敢出去 幫忙 反而有幾個女人出來勸教 別打了 例如想幫忙 也拍到一個是一對情侶 女人想過去阻止 但是被男人 抱著他 這件事也引起網絡有很多批評指責 我們也要跟大家分析 詳細分析 首先說一下他的背景 這群人 原來在這裡是惡開的 因為記者都去了 去訪問很多裡面的村民 居民 街坊居民說 這群人一直都是在唐山惡開的 他們肯定是有勢力 一定是公安 公私騎士 政府刀手 專門做一些政府不方便外面做的事情 就由這些人去做 好像香港政府一樣 現在的香港政府其實都徹底大陸化 他們將黑道變成白道 所有黑道都是白道 全部都是幫政府做事 殺人放火 打架劫舌 全部都是政府在背後安排的 他們有勢力才在橫行無機 也沒有人敢去阻止他們 每個人都聽到害怕 因為 這是有後果的 你在中國 你沒有辦法對抗這些人 這些人真是兇惡的 不是這次 被人拍到他在欺負人 欺負女生 打得那麼離譜 從店舖打到外面 還不肯停手 然後還拍片說這件事 是不會 爆到那麼大的 就像60萬人說的 給錢出來搞定 女生被人打的 也不敢追究 因為人家有勢力 之後會搞你 你一定要妥協 無論怎樣 你也沒有辦法追究 不斷賠少少給你 60萬公安是代了50多萬的 隨便拿回3、2萬給你 當是牽衣給你 就當是醫藥費 大陸是不是真的 沒有正義的呢 我可以告訴你 沒有正義的 有共產黨一日 不會有正義存在 有人 當然有人指責 裏面那些都不是男人 沒一個幫手 有大陸的網友 把一些 大陸的法律傳給我 解釋給我聽 為甚麼那些人不敢幫忙 原因 就是大陸那種 自正黨防衛的法例 很模糊 很不清晰 基本上 大陸是 任何人 你只要去幫忙 你也是 其中一個偶鬥者 他也會抓你 所以 法律上沒有任何保障 所以沒有人敢幫忙 而且 去到這個場面 一大群男人 個個都是標形大汗 很武有力 你也 要判斷一下自己 有沒有能力 去幫那個女生 你只能勸了他不要打 甚至乎你一勸 可能被人打一份 喝醉酒 甚麼都會的 所以 在裏面 很多人 根本就不敢動手 也不敢幫手 最多反而是那些女人 不顧後果 看著那些姊妹被人打 看著那些女生被人打 我們也覺得這些畫面很離譜 看到中國人最厲害 真的是欺善怕惡 欺負 手無寸鐵的人最厲害 所以你會看到解放軍 他們每次出來演習 就是拼刺刀 然後用一些 捉狗的器材 城管訓練 因為他們 整個 中國的解放軍 中國的武警公安 他們鎮壓的對象就是中國人民 他們的作戰目標就是中國人民 所以 解放軍 這個軍演 拼刺刀就可以了 不用導彈的 你沒有機會用的 因為你不敢跟外國有任何的作戰 當然這件事有機會由習近平打破 如果習近平被迫上絕路 真是會發動一場戰爭 我們再看看 裡面 最終 這些公安 原來 唐山那裏的公安局距離 這間餐廳是800米 很近的 走幾分鐘 就可以走過去 結果警察沒有人來 沒有警察來 因為這些人 全部都是自己有來的 在那裏敢這麼惡打人 他們也知道自己人來的 哪裏來也免得 到最後 讓你打夠了 20分鐘才來 所以 令到人有時間走 還要駕駛士 其中那個 陳藍子和其他人 還要駕駛士走 四條七天 最後的美術還要駕駛士走 還要駕駛士走 去到江蘇 在江蘇被人抓到 這件事 已經由外地的公安就接手 調查了 因為整個唐山 全部都是黑社會 公安局 每個都是黑社會 其實 這個說起來很好笑 中國有哪個公安不是黑社會呢 每個都是 其實他們叫白社會 全部都是由 政府圈養的 所有的惡人出來 黑白白的 全部都是這些 所以 這是一個魔鬼的角度 在一個 地獄觀的角度 你沒有任何改變 只有離開 作為一個中國人 如果真的想 想做出一些甚麼改變 其實也沒有甚麼可能 幫手的人也一樣 幫手 因為以往試過很多次 最後被人告一份 因為大陸的法例 基本上 完全全都不是保護人民 所以有些情況出現 惡霸就越來越惡 法律對他們做不到甚麼影響 甚至於打完人之後 他們翌日就出來在外面喝酒 吃飯 逍遙快活 你還在醫院裡面睡著 所以 公義在一個國家 得不到彰顯 這個國家是不會有希望的 我們 看到一些新聞 我們看到大陸 每天都發生一些新聞 周不時就說 無端端有些人就死了 然後就要去搶屍 是大陸的人被洗腦才覺得他們生活得很幸福 其實 他們活在一個地獄裏面 地獄也不止 他們還是在地獄裏面被圈養的一群奴隸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了那麼多 說得多也不開心 拜拜 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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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